你是否会烦恼到底应不应该把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在简历里面呢? 如果把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在简历里面,到底又会不会有帮助呢? 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话题就是,到底把社交媒体账号放在简历里面适不适合? 哈喽大家好,我是Jez,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频道的话呢,我们频道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面试以及有关工作方面的。 如果你喜欢这种内容的话,别忘了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话题就是,把自己社交媒体的账号放在简历里面到底适不适合? 当你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在简历的时候呢? 你应该先问一下你自己,为什么要这么做?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有常常在管理好你社交媒体账号的人呢? 你可以附上他,因为这样呢,可以为你的形象大大的加分。 避免常常在社交媒体发布极端以及负面的评论。 因为这样呢,面试官可能对你的印象会大大的扣分, 从而导致你失去面试的机会。 如果你有常常在社交媒体和不同的专业人士交流的话, 特别是LinkedIn,那么你可以附上你的LinkedIn, 或者是你的LinkedIn有你的前同事或者是前老板给你正面的评价的时候呢? HR是很有兴趣知道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, 以及你对你相关领域的看法。 这绝对是一个加分项。 在这里呢,有小小的tips想要和大家分享。 如果你常常在Facebook、Instagram或者是其他社交媒体平台, 分享和你职业相关的信息的话呢,绝对是一个加分项。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,你也可以附上你的LinkedIn。 你可以按照你本身的工作技能来附上相关的社交媒体账号。 比如说你会剪辑的话,你可以把你的作品上传到YouTube, 然后把YouTube的链接放在简历里面。 如果你会写文案的话,你也可以把你的作品上传在Facebook或者是Blog, 然后呢,把这些链接放在你的简历里面。 这绝对会为你的简历大大的加分。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呢,有帮助到你或你朋友的话呢, 别忘了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。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,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 我是Jazz,在下个星期一晚上7点钟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来自我最幸运的疫情绪。 你在下方留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